白雪公主呢 一直是大家心目中認定的經典迪士尼動畫 但是 你們知道這背後其實藏了迪士尼的 為了要確保對外展現的角色服裝一模一樣 所以他們定下的規矩 嚴格到讓人崩潰 而且更扯的是 連內衣褲都要共用 WTF HOLY SHARE 哈囉大家好我是Sherry 沒錯我們今天要來分享迪士尼的秘密了 還沒有看過前兩集的朋友可以去點這邊 去看一下喔 那我自己真的覺得這些秘密非常的精彩 然後忍不住想要跟大家分享 所以不知不覺就做到了第三集 好啦那我們今天要來HOLY SHARE就是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 別忘了幫我們影片按讚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也記得追蹤我的IG和訂閱我的個人頻道 看看我屋裡頭的日常生活分享喔 好啦那我們今天一樣會分成兩個部分 那第一個部分我們先來介紹 然後第二個部分 我們再來介紹迪士尼樂園的驚人秘密 好的那我們第一個要來分享的就是 灰姑娘Cinderella 灰姑娘最經典的就是 王子到處去尋找可以穿下玻璃鞋的人 而在動畫中在試穿玻璃鞋的時候 兩姐妹硬是想要把腳塞進去 但是兩個人都失敗 -那是我的衣服 -那我喜歡的 -那是我的衣服 不過其實呢在原本的設定中 兩姐妹為了要穿上玻璃鞋 竟然切掉自己的腳趾跟腳跟 這個版本後來在真人版灰姑娘裡面有上演 但比較符合羅傑的是 隨從發現了姐姐的腳在流血 所以才揭穿了切腳的陰謀 而且呢他們是用一種很輕快的方式 帶過這個殘忍的片段 就會讓人感覺好像跟剪腳趾甲一樣簡單 而且重點是 切完還可以穿著高跟鞋走出來 ok 接下來要講的就是 那這部動畫 其實是迪士尼根據北朝詩歌 木蘭詞改編的 主要是講述女主角木蘭代夫從軍 最後成功打敵軍 嫁給將軍的故事 那結局也是Happy Ending 但是呢原版的花木蘭 其實下場非常的慘 雖然說史書上沒有記載還是怎麼死掉的 但是有流傳兩個說法 流傳喔 第一個說法就是 花木蘭代夫從軍之後 被敵方俘虜 然後被留在公主身邊當侍女 幾年後她回故鄉探親 才發現父母當年以為她暫時殺場 所以就傷心過度死掉了 後來君主為了要表揚她 代父從軍的孝心 決定把她納入後宮當妃子 但是花木蘭在入宮之前 就在父母的墓前自殺了 那第二個說法是 花木蘭封宮尾業 但卻拒絕被冊封上書之後 就回到了故鄉 然後皇上看中她的美貌和英勇 所以就決定把她納入後宮 但是呢花木蘭最後抗旨自殺 不過也有傳聞說 她是在後宮憂鬱死掉的啦 好啦不管哪個版本才是真的 可以知道的是現實的花木蘭 好像沒有動畫中這麼的幸福美滿 不過說實在的 我覺得一個女生可以在戰場上這麼拚命 真的是很值得尊敬耶 大家想要體驗看看在戰場上用兵如神的感覺嗎 那就一起來下載戰火勳章 媽 這個是我女朋友花花 嗨伯母好 花花 哼 酸成這樣 這女人看起來一副窮酸樣 怎麼配得起我的兒子咧 搞什麼鬼啊 你擺這什麼東西啊 啊你家人都沒有跟你說這些碗塊我怎麼擺嗎 你知不知道我兒子從小就受戰火勳章嚴格的軍事教育 上百種兵種武器 他都如數家珍 逢年過節我們全家親戚都會一起聯盟出動 管你第幾梯 通通來效力 媽 你不要這樣子 花花她 她什麼她 到底為什麼不能說 這個連碗盤都不會擺的女人 對我兒子有什麼幫助啊 你懂什麼訓練軍官 你懂什麼派遣任務嗎 你看我兒子玩遊戲訓練出來的 強壯手臂 跟健壯的手指 還有那 強健度 啊我兒子就應該要跟至少前100名的玩家在一起才對呀 不好意思伯母 我先去一下洗手間 啊就叫你不要教這種女朋友講不聽 上次你一個帶回來的女朋友啊 不是很不錯嗎 會玩遊戲跟我們一家人相處容下 這不是很棒嗎 什麼 有人打爆我的基地了 都是你在炸把心啦 媽媽 其實 花花就是那個排名第一的玩家耶 蛤 阿你 你就是那個最強聯盟的盟主 清朝海豚 嗯 對啊 就是我帶種種入坑的喔 對啊就是花花帶我飛高光 啊這樣啊 啊多吃一點哈 等一下叫我怎麼玩 叫你快去冰箱拿那個魚絲跟龍蝦出來啦 快去快去 好啦我覺得因為剛好最近疫情 所以在家裡打打手 油也不錯啊 好啦那感謝大家看完剛剛的影片 那我們接下來繼續介紹下一位公主 在動畫裡面奧羅拉公主在出生的時候 被黑魔女詛咒在18歲成年那天 會因為被仿製機刺到而一覺不醒 那也因為整部動畫她幾乎都在睡覺 所以她成為所有迪士尼公主裡面 台詞最少的角色 因為畢竟她在睡覺的時候也沒有說夢話啊 然後很巧的是奧羅拉公主在整部動畫裡面 只有18分鐘的出場戲份 然後還有18句對白 就連被王子清醒之後 她只露出了一個迷樣的微笑 然後也沒有說話欸 不過呢電影可能是為了配合18的魔咒 所以不管是公主的年齡啊 或者是出場時間還是台詞 都故意圍繞在18這個迷幻的數字 迪士尼也太有心了吧 好 那下一個要來講就是白雪公主 那白雪公主呢 一直是大家心目中認定的經典迪士尼動畫 但是 你們知道這背後其實藏了迪士尼的黑暗內幕嗎 白雪公主在1937年推出之後就大爆紅 不只讓迪士尼以數錢數到手軟 還得到奧斯卡的肯定 不過呢 幫白雪公主配音的人就沒有這麼幸運了 當時的配音員是20歲的卡西洛蒂 當錄完配音之後 他就拿到了970美金 對比迪士尼靠白雪公主賺到的錢 在當時配音員的薪資真的是少得可憐 但更慘的是 迪士尼還要她 隱藏身份 不能讓外界知道白雪公主的配音員是她 以免破壞大家的幻想 所以呢 就連片尾的配音名單也沒有出現她的名字 而卡西洛蒂也被要求不能出席白雪公主的手印 也禁止她參加電視節目和出演其他電影 因為迪士尼覺得卡西洛蒂的聲音 只屬於白雪公主 這是露燈的聲音 請不要逃走 我不會傷害你 我非常抱歉 我需要我害怕你 而她就這樣淡淡推出 過著平凡的生活 然後在1997年 80歲的她 就在美國加州過世了 迪士尼直接毀了她的演藝之路欸 我覺得她長得也還可以啊 為什麼要阻止人家演藝事業呢 -拜託不要把我帶走 -如果你把我帶走 沒想到故事裡的白雪公主那麼幸福 現實中的白雪公主竟然活得這麼淒慘 童話裡都是騙人的 好啦 接下來下一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過 在早期的公主海報裡面 迪士尼的公主就算站在一起 也都不會有眼神的交流 因為當時迪士尼認為 每一個公主都有自己的童話世界 他們沒有必要知道其他公主的存在 不過呢 這個規定在後來的《無敵破壞王2》 終於被打破了 在這部動畫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公主們集合在一起 互相交流聊天 而且也會用各種眼神看著對方 我覺得這樣真的是比較活潑又人性化一點 OK 接下來要分享大家最期待的部分了 雖然我在第一集的時候有說 就是迪士尼啊 對他們員工的穿著服裝打扮非常的嚴格 然後也有講到最近才放寬的一些制度 但是呢 這次要說的更誇張 因為迪士尼樂園的服裝部 為了要確保對外展現的角色服裝一模一樣 所以他們定下的規矩 嚴格到讓人崩潰 為了要達到服裝的連貫性 所以像是腰帶啊 襪子啊 手帕這些 演員們輪班的時候都只能使用同一件 就是我今天穿完 然後明天換你穿 然後後天換他穿 而且更扯的是 連內衣褲都要共用 WTF 但這裡指的內衣褲 是指內大衣和內大褲 就是最貼身的那一種 欸 我覺得穿那個戲服很熱 然後你要跳舞又會流汗 很臭吧 而且那個角色的衣服應該也不可能天天洗吧 感覺就越穿越臭 不過呢 還好迪士尼在一次公會運動之後 就在2001年改變了服裝規定 所以他們終於可以穿自己的內大衣和內大褲 第一次覺得可以穿著自己的內衣褲 是多麼幸福的事情 好啦 那再來呢 除了確保角色的服裝要有連貫性 迪士尼樂園也會要求演員們要維持他們的身材 為的就是要符合他們的角色的形象 所以呢 就會對他們的體重跟身高非常的重視 那我覺得最辛苦的就是茉莉公主了 因為她的戲服剛好就是露肚裝 所以演員就會被嚴格規定 每天就要做仰臥起坐 鍛鍊腹部 據說他們每一年都要為自己的角色重新試鏡 如果外表看起來已經不像自己扮演的角色 就會被fire 所以不要看迪士尼樂園裡面 這些公主看起來很漂亮身材很好 他們背後真的是付出很多努力的 那這樣感覺扮演烏蘇拉會比較沒有壓力欸 就是吃得胖胖的就好了 好 接下來如果你有試過在迪士尼樂園裡面問路的話 你會發現他們都是用兩根手指頭去比那個方向 或者是整隻手 他們從來不會用一根手指 主要是因為迪士尼認為 用一根手指指人或者是指東西很沒有禮貌 而兩根手指或是整隻手給人家感覺會比較友善 而且小朋友也比較容易看清楚方向 所以才會有這個規定 那員工如果遇到那些超討厭的奧客 就只能在心裡默默舉起那一根手指 好啦 雖然說迪士尼樂園給人家的形象都是很歡樂的 但是歡樂的背後也發生過很多命案 從迪士尼樂園開幕到現在 各地的園區加起來就發生至少14起恐怖的意外 像是出軌意外啊 遊客誤闖園區軌道 機器故障 或者是工作人員的疏忽等等 那我們來跟大家分享兩個比較特殊的案例 其中一個是一名37歲的男子 在佛州的迪士尼的未來世界 瞎吃了警衛 然後要求原方把他的前女友找來 直到警察包圍現場之後 他把警衛放了出來 然後就自己朝頭部 砰了一聲自殺了 另外還有一次 是一名4歲的小男童 趁家人不注意的時候 自己偷偷溜到灰姑娘城堡旁邊 然後失足掉進河裡逆死 男童的家人為此打了9年的官司 用護城河沒有護覽的理由 告引了迪士尼獲得了150萬的賠償 我覺得出門在外就是要顧好自己的小孩 因為小朋友真的是很調皮 然後好奇心也很高 所以真的是要自己更加注意一點 不要到時候出事了 然後只會怪對方 遛狗的人也一樣 給我欠好你的狗 好接下來最後一個要分享的迪士尼秘密就是 你們知道迪士尼樂園在1955年就開幕了嗎? 據說華特迪士尼很喜歡在樂園裡面消磨時間 每週都會去好幾次 而且在那邊還有一套公寓 居於在美國大街裡面消防局的二樓 聽說到現在仍然維持最初的樣子 而且為了紀念華特迪士尼 公寓1的小燈會一直亮著 代表他一直都在樂園裡面陪著大家喔 好啦看完今天的影片 相信大家應該更了解迪士尼了吧 你們覺得今天聽到的秘密哪個最有趣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們說 那如果你還知道哪一些有關迪士尼的秘密 也歡迎跟我分享喔 最後喜歡今天的影片 記得幫我訂閱按讚加分享 然後記得訂閱我的個人頻道 還有追蹤我的IG 那我們下次見喔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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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